炒船居要跟大家分享 那個是五貨紅茶與卡納拉合作的一個商品 分別是五貨紅茶版本的麥片碗 然後軟糊糊手提袋 跟泡湯焗烤鍋 跟麥片碗 那就直接拆內容下給大家看 應該 飲料的部分就不用介紹 我發現焗烤 它是直接販售的 它沒有說什麼加價夠 就是一個售價都是 199或者是299 售價基本上就是這兩個售價 那是在7ven限定販售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自己家裡附近的7ven的活動 那這個也是本人的朋友告知本人 叫本人去幫他買的 個人是覺得最想要的是五貨紅茶的 粉紅色的這個焗烤鍋 這看起來我個人比較偏矮 那 先拆焗烤鍋 材質 可是它很奇妙 它說它是焗烤鍋 可是它這邊有寫說限制前遠離火源 所以它沒辦法直接明火加熱 是嗎 耐熱溫度是200度 然後700mL 然後是陶瓷的 然後打開後裡面這樣 裡面沒有圖案 另外一面有圖案而已 所以它這樣子這樣蠻硬的 上面這樣 底部這樣啊 五貨紅茶 還是這樣 所以麥片鍋 麥片鍋跟陶瓷鍋的材質都是 都是陶瓷啊 只是一個有握把 一個沒有 然後麥片鍋 麥片鍋 麥片鍋好像比較好耶 裡面有圖案 外面也有圖案 然後這邊五貨紅茶 底部反而沒有圖案 轉一圈 大小是這樣子啊 可以給大家看到 基本上 一個比較小一點啊 然後再來是他們一般版的五貨紅茶的 盒子啊 這兩個就一樣大小了 我個人是覺得卡拉拉拉比較重要 反正這種的我比較不在乎 我拿到這個 我發現這邊就有異色啦 品質沒有很好 裡面這邊有圖案 有一個那個小蛋糕的圖案 側面 轉一圈 整個都有圖案啊 漢堡吧 這是馬卡龍才對 底部這樣 然後這邊一樣五貨紅茶的標誌啊 然後手提袋 手提袋 手提袋有說真的我覺得 我有點後悔 它看起來質感 然後是這種有點像不織布的啊 打開裡面這樣 然後 它可以攤開啊 攤開這樣 正面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扣 有一個扣環 可以扣在這裡啊 一面有圖案而已 另外一面沒有圖案耶 這樣其實蠻硬的啊 手提袋 我個人不推薦啊 但焗烤鍋 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7M看一下 有7M是焗烤鍋還有啊 那各自有的存貨就不太一定了 那各自可以去考慮一下 那今天的 分享是無翁茶與卡納拉的麥片碗 以及所謂的 泡湯焗 焗烤鍋 還有所謂的 暖呼呼手提袋啊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